第259章 击杀不朽 遗迹中的大树 巨大无比 通体泛现出金黄色 那巨大的树叶也呈现出金黄色 树上还长着许多椰子一样的果实 只是略显干扁 这时候 远处众人迅速赶到 有男有女 年纪看起来不大 实力确实都不弱 李浩一眼扫过去 居然有数位神通存在 微微有些诧异 胡佳人 对方居然还有数位神通竟强者 李浩看到了他们 他们自然也看到了李浩 这一刻 领头的年轻男子 看清了李浩的样貌 顿时脸色一变 下一刻 怨恨地看向李浩 是你 李浩 李浩朝青年看去 并不认识 但是对方和胡明法有些像 可能是胡明法的儿子 他懒得在意 并不搭理 而是看向大树 咳嗽一声 前辈 先借我一百滴生命之权 至于这些胡佳人 等我伤势好了 还请前辈交给我处理 说吧 李浩又是一阵咳嗽 鲜血从口中流淌而出 不远处 那些胡佳人 原本还很忌惮 此刻却是眼神微动 李浩受伤了 而椰子树 此刻也在思考 到底要不要拿下李浩 李浩在外 这种人 也许能给自己提供许多好处 但是 这人不受控制 没有胡佳人听话 不过 此刻听到李浩的话 他觉得 李浩留不得了 此人 毫无敬畏之心 这种情况下 他是求人的 居然还有些发号失令的意思 自己可是古文明强者 李浩胆子太大 吴敬畏之心的家伙 留着 也许也是自寻烦恼 这一刻 椰子树彻底有了决定 而这一刻 李浩的双眼 也冒出了淡淡的红光 他想看透这棵大树 找到对方的生命之心 大树 好像感知到了什么 巨大的树身上 冒出了一张 有些苍老的脸 嘴唇张合 精神波动 好 不过 你需要先将追风靴 和星空剑交给我 这些强大的神兵 在李浩手上 也许能发挥出强大的威力 虽说他不惧李浩 可能避免一些麻烦 那是最好的 没了神兵的李浩 在他看来 随意杀戮 别说区区五系神通 就是六系七系 他也能收拾了 大人 这时候 胡家人好像也明白了什么 有些不甘心 有些愤怒 李浩重伤了 可现在 这位妖只要帮助李浩 恢复伤势 可很快 随着椰子树浮现的脸 朝他们看去 那些胡家人纷纷牺牲 只有畏惧和痛苦 并不愿意为了胡家杀了李浩 可惜 他们只能看着 无法反抗 椰子树满意得很 这才是他想要的奴仆 听话就行 哪怕祖父和父亲被杀 仇人就在眼前 没有自己的命令 也不敢动弹嘶吼 这才是理想的奴仆 李浩 还是太猖狂了 有些嚣张 否则 此人血脉尊贵 身份重要 还真舍不得杀了李浩 而李浩 这时候微微皱眉 半晌 点点头 好 说吧 叹息一声 手持星空剑朝大树走去 椰子树有些不快 丢过来便可 这家伙 靠近自己做什么 他不太愿意和这家伙接触 李浩平静道 这是我祖传神兵 代表了先祖 李家人 对列祖列宗都很敬畏 前辈说笑了 岂能丢过去 李浩对不起列祖列宗 无奈之下 只能将星空剑抵押出去 作为剑尊配剑 我希望前辈 也能给予星空剑 给予李家 一些必要的尊重 李浩有些不快的样子 双手捧剑 带着一些不舍 看向大树 前辈 还请你 接下此剑 好好保管 我会很快将神能识奉上 椰子树愈加不快 不过 算了 他也不想节外生枝 交出来就行 什么尊重 什么尊严 都是个笑话 至于剑尊 搞不好早就死了无数岁月 所以 此刻的椰子树 压根没什么畏惧之心 但是李浩这么说了 他也没反驳 一瞬间 巨大的树身上 两片大大的叶子 好像手臂一般 朝李浩伸去 李浩继续咳嗽 也举起双手 星空剑呈上 就在对方手臂树叶 伸过来的一瞬间 无声无息 星空剑上 一道剑芒浮现 好像天地被切割开了 锋利无边的星空剑 这一次虽然遇到了 巨大无比的阻力 可还是在一声 金属切割般刺耳的声音中 搭支一声 咔嚓 两条手臂断裂 如同手臂的树叶 瞬间砸落下来 化为两片金黄色的样子 这一瞬间 椰子树其实是有些茫然的 这一刻 他想的是 李浩到底哪来的胆子 还有 星空剑好锋利 居然可以让李浩 隔着好几个境界 一键切断了自己两片树叶 不朽层次的树叶 是那么容易切断的吗 而附近的胡家人 看到这一幕 先是惊讶 接着是狂喜 疯了 他们一瞬间 闪现出这样的念头 李浩疯了 椰子树一直说帮胡家报仇 可刚刚看到两人交易 胡家人都绝望了 此刻 李浩却是主动攻击了椰子树 这不是送死是什么 在所有当代超繁衍中 古文明中的存在 是不可匹敌 不可招惹的 尤其是妖植 妖植不死不灭 活到了现在 这可不是那些 只有残留精神力 和残念的铠甲战士 这是真正无敌的强者 可李浩 居然对妖植出手 一缕金色血液 从大树的树叶断口处 滴落下来 大树愣神了一瞬间 久到 他已经快遗忘了战斗 久到他不敢相信 有绝颠之下 敢对自己出手 哪怕新武时代 绝颠之下 也绝对不敢对一位 不朽层次的存在动手 下一秒 他回神了 那张虚幻的大脸上 瞬间流露出愤怒 李浩 这是个疯子 他在找死 一瞬间 无数枝叶浮现 化为一张大手 他要将这个蝼蚁拍死 他是不是以为 自己分身被毁 实力削弱 他就能杀我 那只是分身 而不是本尊 一瞬间 天地好像被包围了 外围胡家之人 都是兴奋无比 夭直出手了 李浩死定了 而就在这一瞬间 天空再次黑暗了下来 好像比之前更黑暗 一张巨大无比的嘴巴 瞬间张开 恍如黑洞 吞噬天地 好 黑豹化为金色大狗 巨大无比 张大的嘴巴 一口将巨大的手掌吞噬 而下方 李浩瞬间爆发出 强悍无比的剑意 六系巅峰之力 一剑杀出 神文融入星空剑中 天地之间 好像只有一柄剑 一剑斩出 哄 天崩地裂 黑豹一口将李浩切断的那些枝叶 纷纷吞噬入口 可那些枝叶 好像化为了活物 变成了一棵棵小树 钻入了黑豹腹中 震腰使后翼 大树面目泛冷 原来还有点来透 可是 那又如何 斩断了的树叶 对他而言 依旧具备无比强大的杀伤力 区区一条四五系实力的狗罢了 带有一些震腰使的血脉之力 吞噬天地 可是吞噬了 你能消化吗 你以为你是震腰使 你死定了 那无数小树 钻入黑豹腹内 瞬间 黑豹那巨大无比的肚子 轰隆隆作响 大树不愿管他 正要对付李浩这个孽畜 忽然 枝叶颤动了一下 一瞬间 黑豹咆哮一声 干呕一声 眨眼间 数十道身影浮现 一道金光直冲大树来 哄 周树掌一拳打出 天崩地裂 暴吼一声 气血冲天 甚至比之前还要强悍 找死 大树彻底怒了 这一刻 他知道李浩为何敢动手了 聚集了一群神通 神通也想杀我 无数之夜瞬间浮现 穿插天地 不止如此 一条光明大道浮现 好像一条不朽之路 一瞬间 无数小树从大道中飞出 众人并不惊慌 他们知道这是什么 之前对方的分身也施掌过 本源攻击 果不其然 一瞬间 所有人脑海中 都浮现出一株小树 而大家早有准备 神闻爆发 哄咚咚 众人都是蹊跷流血 其中周树掌和陈中天 更是吐血不止 伤害加倍 陈中天身上浮现出一件件神兵 挡住了爆发 却是面露骇然之色 太强了 真的太强了 比分身要强大得多 若非自己一脉一神兵 神兵多 就这一击 自己都挡不住 这就是不朽吗 他这位六席巅峰 真要单独遇到了 对方不分散攻击 只需要一击 他就死了 陈中天不敢置信 差距这么大吗 就在这一刻 忽然 一株小树浮现 天敌之间 一抹虚影浮现 直奔那本源大道而去 你敢 大树正在对付众人 有些意外 这些人居然只是受伤 而不是死亡 可就在此刻 心中一惊 顿时怒吓一声 哄 通天响声爆发出来 轰隆 本源之力席卷天地 这一刻 地宫虚影浮现 一株小树驾驭地宫 直冲对方本源大道 地宫投影 瞬间镇压天地 椰子树此刻 不再助力在本地 而是忽然拔地而起 化为一株人形大树 四肢清晰 面容浮现 虚空中光明大道 瞬间消失 这是一位看起来很苍老的老人 此刻带着一些冷漠 看向小树 地宫投影 你是银月之地 废弃地宫的守卫 原来如此 大树忽然笑了 原来如此 我说李浩怎么敢对我下手 原来指望的是你 可你不过一尊绝颠 本尊都不是 只是分身 你指望这一缕地宫投影 镇压我的本源大道 哪怕他很虚弱 可对方第一不是本尊 第二还很稚嫩 本源之力也不是太浓郁 就这些就能杀了我 这一刻 四面八方 都是银月武师 所有人都很警惕 太强了 小树都出来了 直接动用了地宫镇压 居然没能镇压住 对方好像还很享受一般 此刻 椰子树好像在笑 有意思 真有意思 好事 居然有一株腰直分身 吞了你 比吞了上一神能时都要滋补 是的 在他看来 李浩他们想象中的底牌 都是笑话 这棵树 是自己的了 我要吞了他 就在此刻 一连串的惨叫声发出 大树侧目看去 不远处 李浩收剑 刚刚他没出手 而是出剑将附近所有胡家强者 瞬间全部击杀 这些人 一个个的在看猴戏呢 还有人居然想趁机逃出一记 干嘛呢 李浩 椰子树有些森冷 李浩这畜生 居然杀光了胡家人 胡家人他还有用 比如杀了李浩他们 这些人出去后 还能为自己收集宝物 可是 转头一想 笑了 吞噬掉这棵树 在吞噬掉面前这批人 还需要胡家人吗 他不再愤怒 这一刻 虚空再次有一条大道浮现 好像通往无尽虚空 而小树 却是冷冷拨动了精神 本源大道早就消失 如今不过是你残留一些本源之力 你施展本源大道之力 能吓唬谁 哄 地宫投影再次浮现 镇压四方 这不是当年了 当年一位不朽施展本源大道 瞬间能将战力增加几倍 那才是真正的可怕 可如今 只是动用自己残留的那些本源之力罢了 哄 地宫投影再次和对方本源大道碰撞 小树不断倒退 地宫投影也在破碎 椰子树冷漠无比 再虚弱 也不是你这家伙可以觊觎的 我乃不朽 杀 这一刻 李浩低贺一声 一箭杀去 其他人 也是纷纷用出了压箱底的能力 那尘中天怒贺一声 身上忽然浮现出一柄长刀 长刀破空 斩破了苍穹 这一刀 连周署长几人都有些惊骇 隐约间 甚至也有破碎虚空之力 那长刀要射出光辉 镇压天地 椰子树面色冷凝 圣人之兵 这是一尊大圣西年使用过的兵器 他隐约认出来了 一时间没记起到底是谁的 但是知道 这是圣人神兵 可是 用的人太弱了 只是靠长刀本能斩出一击罢了 对一般的绝颠 还有一些些威胁 对它 却是几乎没有威胁 大树也不多说 枝条化为拳头 无数的拳头浮现 所有人面前 瞬间浮现出一拳 哄 强悍无比的周署长 被这一拳打得精神都在崩溃 生命之拳迅速流淌 滋补肉身 却是依旧血流如注 红一堂力吼一声 地腹剑覆盖天地 砰的一声巨响 剑子神闻居然裂开了 防御瞬间被攻破 红一堂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脸色瞬间苍白一片 其他人攻击纷纷抵达 却是无法抗衡 眨眼间 南拳这些人 纷纷倒飞而出 无数血液喷涌而出 猎瘟臣几位 顿时力吼一声 天地被撕裂 可一眨眼 还是被巨拳直接打断了长枪 破碎了天剑 连瑶似的武器神通 也瞬间被攻破 碰 一位位强者 只是一瞬间 就被镇压了 太强大了 周署长也是倒飞而出 陈中天的长刀 也只是在对方身上 斩出了一道微不可见的裂痕 这一刻 所有人都是震撼无比 这笔分身 强太多了 真的能杀他吗 小树也一直在用地弓爆发 镇压对方的本源大盗 所以 椰子树根本没用本源大盗 只是单纯地靠着本尊肉身之力 便瞬间击溃了所有人 椰子树看向李浩 李浩倒是不弱 一箭破碎了他的权盈 可是 又如何呢 椰子树笑了 这就是你的底气 你永远不知道 不朽到底有多强 镇压了我的本源 那又如何 那棵小树 没有余力了 而自己就算不用本源之力 也不是这些人可以比你的 看着倒地一片的神通强者 椰子树走向李浩 摇头 太天真了 李浩面色冷卧 真的太强了 他也承认 哪怕对方的本尊之力 不用本源大盗 居然比之前的分身都要强大 出人欲料 可是 你硬定了吗 就在李浩 要爆发的瞬间 一直不声不响的黑豹 除了一开始吞噬了一番 一直没有动静 可这一刻 却是陡然咆哮一声 无奈妖族之主 这一刻 隐约间 居然有一股精神波动浮现 好像不是黑豹所言 因为黑豹不会说话 但是又好像就是它 就在此刻 所有人都看到了 黑豹身上金色血液 瞬间蒸发而出 眨眼间 黑豹头顶上空 好像浮现出了一条狗 不像狗 有些似不像 浑身金色 好像还长了脚 有些类似于豹子一样的生物 而大树 却是微微一震 眼中闪过一抹畏惧之色 震妖屎投影 这条狗 血脉居然重化到了这个层次 用血脉之力 凝聚出了记忆深处的震妖屎投影 那虚影金色生物 爆发出一股无比强悍的威势 威慑四方 椰子树骨子里有些惧怕 那是妖族的王 人王册封的妖族之王 他的潜意识告诉他 不能出手 需要臣服 可很快 椰子树精神疯狂拨动起来 你死了 我还活着 你 不再是王者了 哄 气势爆发 互相碰撞 可金色虚影 依旧威压无限强大 朝大树镇压而去 黑豹也是虚弱无比 却是不管这些 血液不断蒸发而出 那震妖屎投影 愈发强悍 愈发威势浓郁 妖族之主 当镇压万妖 椰子树也是妖 是妖 就要受到侠制 此乃人王 所侧封的正统妖王 椰子树不断咆哮 却是被压制得有些虚弱 那边 小树操控地宫 更是不断镇压 他的本源大道 其他人 再次跃起 纷纷爆后 刀枪剑挤 一枚枚神闻爆发 镇压大树 大树想出手反击 黑豹再次咆哮一声 浑身血液 几乎被彻底抽离 虚空中 金色生物愈加清晰起来 好像从记忆中走出 头顶金角 一瞬间 金角上爆发出一道雷霆之力 好像天法 大树眼中露出一抹恐惧之色 哄 雷霆爆发 轰隆隆 大树不断倒退 无数枝条被炸裂开 眨眼间 被其他人神闻攻杀而至 可没多久 金色雷霆瞬间消失 不止如此 连金色虚影不再溃散 黑豹重重跌落在地 浑身无力 化为一条黑狗 好像陷入了昏迷之中 身上的血液 几乎被抽空了 可是 只是血脉凝聚的阵妖使投影 力量有限 终究还是没能击杀这尊妖族不朽 余波散去 大树金色的躯干上 浮现出一道道胶痕 眼中好像有些后怕 却是很快笑了 没了吗 妖族之王很强 可这只是血脉中的印记罢了 对方早就死了 而我还活着 他正笑着 就在此刻 一道剑光 无声无息地朝他杀来 此刻 李浩浑身炸裂开 血肉横飞 心脏都在破碎 可他一直都在等待这个机会 出其不意的机会 他知道 正面对抗 很难 所以 他一直都只是维持六夕之力 可这一瞬间 一股火势一散而出 他的肉身难以承受住七夕之力爆发 正在炸裂 可李浩不管不顾 星空剑上 一头猛虎浮现 眼神也好像极其冰寒 李浩说 猛虎出 天地惊 这一刻 没有惊天动地的大动景 唯有一头猛虎悄然浮现 星空剑上 一枚枚神纹 瞬间融合碰撞 出现了一个组合 一条剑一长龙 好像要斩灭世界 李浩一直在观察 观察对方的生命之心所在 战斗到现在 他看到了 哄 巨响声响彻天地 星空剑瞬间刺入了大树的腹部所在 那里才是对方的生命之心所在 李浩看到了 用这双特殊的眼睛 看穿虚幻的眼睛看到的 那里 是对方的力量本源所在 哄 强悍的躯干 直接炸裂开 被星空剑突入 可下一刻 当地一声 小剑刺中了一块石头 一块晶莹剔透的石头 知 极其尖锐的叫声传出 那是椰子树 他面色有些争鸣 痛苦无比 有些骇然地看着李浩 可很快 化为了愤怒和痛恨 李浩这一剑 并未刺穿他的生命之心 却也留下了一道道裂痕 让他又惧又怒 这家伙 居然隐藏了实力 怎么可能 这个时代 怎么可能诞生一位 堪比绝颠的存在 哪怕对方肉身孱弱 和真正的绝颠比起来 十有八九是不如的 可是 对方的建议 却是真的有了绝颠之势 先是小树 接着镇妖室投影 圣人之刀 如今 李浩本人都爆发出了绝颠之力 让椰子树后怕无比 这些家伙 若非自己肉身不朽 强悍无比 恐怕真可能会栽根头 哄 一股强悍的力量 从生命之心上爆发而出 李浩肉身虚弱 这一刻 震荡之力 从小剑之上传荡而来 李浩肉身 瞬间有崩塌迹象 强悍的反震之力 让他五脏六腑 开始破碎 金色铠甲浮现都没用 力量直接渗透进入了体内 铠甲都没法抵挡 椰子树面色阴朗 可惜 你肉身太过孱弱了 是倒是很强 这个时代的是很有意思 都能比得上当年的本源大道了 可有什么用吗 比精神一道修炼者 肉身都要弱小 就在李浩面露痛苦之色的同时 一道身影浮现 周署长力吼一声 精神爆发出璀璨光辉 一股特殊之力 涌入李浩体内 不灭物质 精神强者独有的一种力量 可以让人精神不朽 融入李浩体内的瞬间 李浩破碎的肉身瞬间愈合 比生命之拳和健能愈合的效果都要快 而李浩 力吼一声 蹊跷流血 一剑再次刺入 哼 生命之心上出现了一道裂痕 正在迅速扩大 椰子树面色一变 九转精神 否则 哪来的这么多不灭物质 这个时代的人 居然可以修炼出这样的精神 怎么可能 李浩身上也一散出一道道精光 之前缠弱的肉身 这一刻得到了补充 伤口几乎瞬间愈合 而周鼠掌精神有些暗淡 瞬间跌落在地 金色褪去 化为了苍白 周鼠掌面露苦涩 真他们难缠啊 不灭物质消耗大半 这一次就算活下来 不吞噬足够多的本源之力 和生命之拳 也难恢复了 哼 哼 大树却是再次爆发出一股强悍的力量 一拳打向李浩的脑袋 哪怕到了这地步 他依旧强悍无边 天翻地覆 这一瞬间 有人力吼 天地翻转 真正的天翻地覆 大树打出的一拳 瞬间偏移 轰隆一声巨响 打破了李浩附近虚空 李浩再次一箭刺出 这一次 他不断吐血 一口接连一口 小剑之上 一散出一道道光辉 锁空 这时候 姚思丽鹤一声 一位为武师神文浮现 瞬间聚集到了一起 化为一张大网 将四周虚空锁住 却是被余波震荡 轰隆隆 神文一眉眉地破碎开 所有人纷纷倒地不起 而大树 却也是陷入了瞬间的凝制 就在这时候 李浩脚下追风靴闪烁 瞬间消失在原地 大树眼前一个恍惚 下一刻 陡然脸色巨变 正在镇压本源大道的小树 有些支撑不住了 不过 对方的本源大道 也被锁定在了虚空之中 被地宫投影镇压 星空剑上 爆发出一股强悍无边的神通之力 无声剑势爆发 一剑斩出 苍穹裂开 那宛如通天大道的道路 被这一剑斩下 咔嚓一声 居然断裂了一剑 李浩 哄 大树疯狂咆哮 李浩居然不再赐他的生命之心 而是利用追风靴瞬间消失 一剑斩到了大道之上 小树用地宫镇压 他一直和对方对抗 虽然本源大道没能镇压小树 可也缠住了在场最强者 椰子树觉得这也可以接受 乃仓想 李浩会突然消失 也和其他人缠住了他瞬间有关 椰子树刚想突破虚空斩杀李浩 一柄长刀突然出现 好像有一尊圣人浮现 持刀一刀斩出 砰 大树倒退一步 陈中天承受了一股巨大无比的力量反噬 瞬间长刀暗淡 陈中天体内一柄柄神兵炸裂开 都是天阶神兵 一条条超能锁也纷纷炸裂开 他看向李浩方向 有些无奈 我好惨 就看你了 你还杀不了 那就真没办法了 你要是不死 老子这次也能成什么神闻强者了吧 保护超能锁的神兵 瞬间全部炸裂 超能锁锻炼 自己可没办法再成武师了 一滴滴生命之拳 从体内涌现 将爆炸的五脏六腑护住 陈中天跌落在地 血液横流 却是露出了一些笑容 不传我 这次我若是活下来 你也活下来 你传不传 就在这时候 李浩力吼一声 再次一箭斩出 咔嚓 虚空中 大盗再次崩断一截 李浩陡然回头 探手一抓 一柄长刀落入手中 陈司长 刀借我 好 陈中天勉强回应了一句 放弃了对长刀的控制 实际上也难以控制了 何况 长刀力量消耗殆尽 其实现在没啥用了 需要恢复 李浩要借刀干吗 正想着 陡然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和长刀的联系瞬间消失 李浩不再劈砍大盗 而是一箭刺穿了长刀 星空剑疯狂吸收长刀 长刀剧烈挣扎着 好像浮现出一道人影 可感受到了什么 长刀上空的虚影渐渐消散 好像隐约有声音传来 晦气 就知道吃别人的神兵 显然 长刀虚影 认出了星空剑 剑尊的剑 作为圣人之兵 灵性很足 可此刻 也没办法 只能任由星空剑 吞噬这柄圣人之兵 星空剑光芒大盛 一瞬间 一股璀璨光辉浮现 这是李浩吞噬最强的一柄神兵 星空剑好像极其满意 一瞬间 一股强悍无比 杀气冲天的剑一浮现 一剑再次斩出 咔嚓 苍穹撕裂 虚空破碎 小树都吓了一跳 瞬间挪移消失 固定大盛的地宫 也瞬间消失 咔嚓一声巨响 大盛彻底裂开 啊 一声惨叫传来 李浩后方 椰子树惨叫一声 疯狂咆哮起来 肉身都在崩碎 无数只条段裂开 对本云道强者而言 大盛被瞬间斩断 这样的反噬力 有时候能直接让他们陨落 好在如今本云道没增幅 反噬也没知前强 所以 还不至于瞬间陨落 可如此一来 他也遭受了重创 精神都被摧毁了 瞬间的大脑空白 眼前一花 好像看到了一道人影 大树体内 一股生命之泉涌现 正在朝生命之心涌去 好像要强行愈合 之前受创的生命之心 可就在这时候 李浩一箭刺入那块 还暴露在外的石头 咔嚓一声 生命之心彻底裂开了 大树疯狂变幻 从人形化为大树 又化为人形 不断交替 难以置信地看着李浩 这时候 一股股特殊波动 从他身上浮现 椰子树带着一些绝望 和不敢置信 我会被这些蝼蚁击杀 可本源大盗破碎 生命之心破碎 他知道 自己完了 从未想过 会是这样的结果 李浩 椰子树恢复了冷静 冷冷看着李浩 一股接连一股的能量暴动 从他体内溢散而出 那是要自爆 他是绝世强者 这些蝼蚁 想杀自己 怎么可能 就算死 这些家伙都给自己陪葬吧 虽然背叛了人族 可他也曾 生活在新武时代 那个时代 死 就去自爆 自爆而死 与敌同归 几乎是所有人 所有要的共识 就算死 李浩也要给自己陪葬 这一点 黑凯曾提醒过李浩 所以当对方能量汇聚 即将自爆的刹那 李浩力吼一声 星空剑上 一股强悍的吞噬 力一散而出 黑豹 正在昏迷的黑豹 好像听到了声音 想起了李浩之前的嘱咐 可此刻的黑豹 也是很悲伤 又来 真会死狗的 可是 顾不得这些了 一张血盆大口 瞬间浮现 如同黑洞 瞬间朝大树吞噬而去 大树汇聚的能量 眨眼间被星空剑和黑豹 吞噬了一些暴动的能量 有些平复了下来 可是 大树却是冷笑一声 这可不够 他已经恢复了树形 此刻 巨大的树干 正在裂开 即将彻底炸裂 一尊不朽炸裂 这些人一个别想走 而就在这一刻 李浩瞬间闭目 大树还以为他 放弃了挣扎 笑了一声 李浩 和我一起死 是你的荣耀 哄 一声巨响传出 轰隆一声 体内忽然有一样东西窜出 炸裂了天地 破碎了大树躯干 一击打出 一柄锯锤锤锤积天地 轰隆隆 大树那残余的精神力 瞬间被锤锤的爆裂开 这一刻 大树虚影浮现 带着一些不敢置信和不甘心 怎么会 李浩冷冷看着他的虚影 为什么不会 八大家一体 李家为尊 敢把锤子交给你 自然能操控 我能操控追风靴 为何不能操控红家锤 这白痴问题 还要问吗 你还敢藏在体内 真是自己作死 你又用不了 你藏在体内有何用 这东西 李浩一直没操控 哪怕再危险都没用 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 这才是真正的一击必杀 红家的锤 就是锤灭精神力的 没有了精神力操控 如何能让能量炸开 什么黑豹 什么星空剑吞噬 都是幌子吧 李浩知道 星空剑和黑豹 都不可能泯灭一位不朽 最后的自爆威能 唯有红家神锤 锤灭对方的精神力 才会让这些能量无法爆开 也幸好有黑凯提醒 否则 李浩压根不会考虑这些 他也不会想到 星五时代的存在 个个都抱着自爆之心 和敌人战斗的 椰子树虚影映射天地 带着一些不甘心 很快又有些释然 忽然笑了 可惜了 可惜什么 可惜 天地变了 否则 自己堂堂不朽 哪怕陨落 也不会只有这点动静 当天的落血雨 祭奠一尊不朽陨落 可惜 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可惜 时代真的变了 可惜自己 居然死在了一群弱者手中 他虚影看向李浩 带着一些笑意 人族 真就如此得天独厚吗 纵然到了这个时代 还能如此 心无 没了 我也走了 挣扎多年 最终还是如此 一声叹息 带着一些解脱感 轰隆一声 虚影彻底破碎开 一尊不朽妖枝 就此彻底陨落 而李浩 也重重跌落在地 这一刻 地上躺了一地的人 小叔迅速凝聚生命之拳 不断朝众人洒落 自己也是瞬间 将破碎的大树笼罩 没让余波炸裂开 所有人 都在看着天空 眼都不眨 在想着什么 他们 成功了 第260章 收获 榜单 不过如此 遗迹中 躺倒一片的人 忽然有人低声说了一句 不过如此 原来 古文明强者 也不是无敌的存在 不也照样死了 不朽又如何 虽说这妖枝没恢复 还切割了本源 可是 死了就是死了 印象中无敌的存在 所有人不敢反抗的存在 不也照样 被他们杀了吗 李浩并未说话 肉身还在持续军裂 但是猛虎之势 夹杂着火字神文 渐渐消失 随着剑能涌入 他身体正在迅速恢复 李浩只是看着昏暗的天空 这一刻 忽然笑了 一股古事 好像都在茁壮成长 一直以来 他的事其实跟不上 他的实力进步 可这一刻 好像打破了枷锁 迅速成长了起来 体内 猛虎也好 山峰也罢 都在迅速壮大 沙妖直 战利品 其实都是其次 而是壮大所有人的信心 是 便是道 道 源于自身 古人的无敌之事便是如此 我最强 我所为不能 今日 众人都有这样的感受 我们很强 哪怕古文明中的强者 我们也能杀 此刻 一旁一直只是闷头厮杀的黄语 忽然轻声道 在银月 包括老赵在内 我们所有人都觉得 二次复苏之后 能抵抗古文明的 其实只有古文明 我们想的是 我们能借助古文明强大自己 抵挡如今的那些现代强者 我们不曾想过 要杀古文明强者 黄语躺在地上 露出了一些笑容 老赵虽然一心想要防守住银月 可他也知道 很难 老赵大概没想到 二次复苏之前 我们会对古文明中的强者下手 所有人都不曾想过这件事 九四也好 黄诗也好 就算心中有些别的念头 那也想着 先借助妖职力量崛起 二次复苏之后 打破天地限制 也许大家能晋级 先委屈求全 没人想过 先把古文明强者干倒 大家现在都在依托他们的力量 可这一次 有人做了 这一刻 大家不去说战利品 不去管叶子树的遗孩 都躺在地上 看着天空 不顾伤势 笑容灿烂 仿佛一群孩童 天真烂漫 哪怕昏暗的天空 也显得极其灿烂 这一刻 他们眼中的天地 是清晰的 是光明的 原来 我们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原来 古文明不是那么可怕 也许有志强者 可我们崛起 不过数十年 如今都已经能杀不朽了 残废的不朽 也是不朽 我们还需要那么忌惮吗 那么畏惧吗 李浩说 这一战 能打破心中的魔 也能打破心中的神 他们做到了 每个人 都在想着什么 就那么安静地躺在了地上 任由血液浸染自身 一股古事 都在纵横 破碎的神闻 正在重聚 刀枪剑戟 各种事都在萌发 是由心生 人强则是强 而李浩 也在默默体会着 体内 五种事在迅速播发 强大的是 让神闻也在强大 这一刻 他好像有了一些新的领悟 渐渐地 肺部的金色神闻 上面的圆点 化为了一个金色太阳 牧师化成的柳树 也在茁壮成长 土氏之山 也在化为山脉 水浪声 在肾脏中拍击四方 这些事 好像都在雀跃 都在欢呼 李浩仿佛看到了新的天地 他露出了一些笑容 渐渐地 五脏之中 一直负荷巨大的五行之力 开始消退 其他四眉神闻 在世地牵引下 渐渐引入五脏深处 很快 彻底消失不见 是的 消失了 如同火势一样 消失在了五脏之中 进入了李浩所谓的 二重空间之中 如同超能锁一般 不动就不会出现 气息 迅速衰落了下去 之前强悍而混杂的气息 渐渐地 只留下了氛围之力 武士的壮大 对李浩而言 比收获任何东西都要强 这一刻的李浩 好像精神融入了另外一个地方 他恍恍惚惚中 好像看到了一片星空 星空璀璨 一条条锁链 横空而过 仿佛巨龙 这些巨龙之中 却是有几个怪胎 一头猛虎 一座山峰 一道水浪 一株柳树 李浩精神恍惚 有些震撼地看着星空 这是 二重空间 那无数的巨龙是什么 超能锁吗 他不敢置信 也难以相信 随着武士进入 好像将他的精神力 也牵引了进去 这一刻的李浩 居然看到了 神秘无比的二重空间 就在李浩 进入神秘空间的一刹那 四周 所有音乐武师 都朝李浩看去 这一刻的李浩 好像被一层光芒笼罩 再看 李浩好像化为了 苍茫宇宙 宇宙星空一般 众人以为自己看错了 一个个不顾身上伤势 纷纷做起 再次朝李浩看去 这时候的李浩 的确被星光笼罩 不止如此 身上甚至一散出 淡淡的星光力量 有些类似于剑能 可感觉又不太像 所有人摒弃宁神 一个个都露出 不可思议之色 这是什么情况 紧急 不太像啊 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浩忽然睁眼 眼中好像有星空浮现 他就这么呆呆地 看着上空 又过了很久很久 李浩喃喃道 你们知道 人体有多少超能锁吗 众人摇头 那哪知道 南拳倒是笑呵呵道 十四条 我知道 四肢五脏 风雷光暗 外加头颅 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知道 李浩笑了 十四条 他轻声道 若是只有十四条 超能也好 五十也好 我们也好 岂不是最终只能 走到十系神通之力 因为四肢无属性 得减去这四条 七系看看笔尖绝颠 也许一直到十系 都没出现第二次蜕变 还是处于这个层次 那岂不是说 当今时代的人族 极限就是绝颠 怎么可能呢 李浩笑了起来 也许 超乎大家想象 众人纷纷看向他 这一次 李浩却是没多说 我只是看到了一些东西 不代表就是真的 可是 这一刻 他忽然有了干劲 那些巨龙 若是每条 都代表了一条超能锁 那就有意思了 只是 能发现吗 能找到这些超能锁吗 这时候 有人忍不住了 那个 我真的快炸开了 不开玩笑 众人纷纷朝角落看去 一人可怜兮兮地趴在地上 身上血水 哪怕有生命之权 不断复苏也不行 正在不断流出 有些炸裂的趋势 能不炸裂吗 瞬间崩断了所有神兵 崩断了所有超能锁 没炸开 那是小树帮着压制 不得不说 有时候 小树比他们靠谱得多 没人在意这位 也就小树照顾一二 这才活着 南全忽然吃笑 老混混想得倒是美 这家伙什么心思 大家都很清楚 最后一刻 崩断所有超能锁 有必要吗 有还是有的 但是 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 不过这位玩出花来了 用命去玩 果然 能在八十多年前 从武林混混 到九四之一的司长 陈中天是真的有魄力的 李浩看了一眼陈中天 忽然笑了 陈司长 有意思 陈中天脸都在裂开 也笑了 人生在世 混口饭吃 没办法 生活所迫 李浩说他有意思 他说 他只是想混口饭吃 洪师叔 教陈司长 如何凝聚神文吧 洪一堂失笑 也不多言 只是看着这位老司长 觉得很有趣 这是一个赌徒 但是他赌赢了 他也不说什么 开始和陈中天说 凝聚神文的步骤 陈中天听得如痴如醉 原来如此 之前他就见识过 此刻倒是很快知道了 如何去凝聚 对他而言 只要说透了其中的关键 问题就不大 李浩还是不动弹 继续休养了一会 等身体上的伤势 恢复得差不多了 他这才起身 看向远处被小树包裹定格的椰子树 巨大的树身 有些残破不堪 生命之心也破碎了 此刻 有生命之拳缓缓流淌下来 被小树包裹住了 一部分用来救治众人 李浩走上前查看了一下 这棵树 彻底死了 但是 依旧坚固无比 巨大的树干中 生命之拳在流淌 不再是一滴滴的 而是如同小溪 最后一刻 这位想愈合生命之心 被李浩拦下来了 生命之拳泡澡的想法 好像可以实现了 李浩忽然笑了一声 看向小树 树前辈 我都不好分辨了 大概有多少滴 差不多5000滴 小树回应了一句 多吗 其实不算太多 按照小树凝聚消耗 3000神能石一滴罢了 1500万块神能石的量 其实李浩他们 这次消耗的神能石 都不止1500万 大战过程中 大战之后 都消耗了许多生命之拳 而且都是紧急凝聚的 消耗很大 5000滴 只能说本钱回来了罢了 可是 账不是这么算的 生命之拳强大肉身 恢复生命力 在场众人都得到了提升 实力并非原地踏步 有点少了 李浩摇头 刑法司这些年下来 给对方就提供了 这么点神能石吗 51滴来算 据说这位收61滴 刑法司神通敬强者不少 胡明法提升到了 接近四系的地步 光他一人 起码换了200滴以上 何况还有其他人 算下来 换了500滴以上 都是正常的 那就是3000万神能石了 何况中部力量复苏 这地方有能量 这些妖职 自己其实也在复苏 只是速度没那么快罢了 20年下来 居然就储备了 这么一点生命之拳 有点少了 当然 也算可以 李浩感受着 那一股股一散的 本源之力 笑道 树前辈 周书长 还有 黑豹 你们来吸收 这些本源之力吧 原本好像死去的黑豹 瞬间活了 一瞬间 冲入小树的防御罩中 张口就吞 吃饭 少不了他 而且这一次 他也的确立功了 身上血液 几乎全部蒸发了个干净 那凝聚出来的 镇腰室虚影 也给了椰子树重创 周书长也笑了笑 并未客气 这一次 他消耗也极大 在本源大道消失的今天 没有本源之力补充 他的精神 其实难以提升了 这一次为了让李浩肉身更强 他也付出了 大量精神蕴含的不灭物质 这东西 只有生命之拳 和本源之力才能恢复 吞噬能量也可以 可恢复的速度慢到你绝望 在场的 其他人其实也能吸收感悟 李浩当初就吸收感悟过 小树的本源之力 只是提升不明显 还很容易误入歧途 利益最大化 自然是这三位来用最好 就在这时候 小树精神波动 他的本体 对你们帮助会很大 他是不朽层次的存在 本体中存在大量不灭物质 这是古文明体系中的精神必备 他虽然死了 可若是给他时间 无数年后 也许他还能复苏 只要能量足够 他可以复活的 只是 那时候会诞生新的意识 不一定是现在的他了 李浩有些意外 你是说 精神不灭 肉身长存 对 小树给他科普了一下 古文明中的强者 其实几乎都能不朽不灭 可前提是 要有足够的能量支撑 否则会慢慢消耗一散 所以 如今的人族强者 几乎全部没了肉身 因为一点点消耗消散掉了 彻底溃散 要只能生存下来 一方面是 我们有库存生命之权的习惯 一方面是我们扎根虚空 可以汲取一些游离的能量 纵然如此 也会消耗极大 我父就是因为 没能支撑到最后 直接崩溃了 将最后的力量留给了我 我弱小 所以我可以消耗更少 李浩点点头 看向那巨大无比的金色大树 这么说 一旦吞噬这些不灭物质 大家的肉身 都能得到强大 虽然目前有很多东西 可以强大肉身 比如生命之力 健能 甚至李浩自己有些想法 可现阶段 能迅速提升肉身 对所有人而言 都是天大的好事 如何吞噬 你们未修精深 难以吞噬 让这位周书长汲取吧 汲取之后 一散出来 攻击大家修炼便可 周书长点点头 我可以汲取 一般人 还真不行 李浩笑了 幸好有周书长在 二百低生命之权 没白给 周书长懒得说什么 这话说的 大家别躺着了 一起来 享受盛宴的烧到了 李浩大笑一声 众人都不客气 纷纷朝这边涌来 而陈中天健壮 急得不行 他还在凝聚神闻 而且他实力强悍 不是一脉就行的 此刻 他需要时间 可其他人跑去吸收 那传说中的不灭物质了 他岂不是没机会了 于是 下一刻 这位直接中断了 凝聚神闻的过程 任由暴动的能量 在体内炸开 也拖着残破之躯 几乎是爬过来的 朝这边爬来 哪怕痛苦 也得分杯羹才行 李浩众人也没管他 这位能爬来 那是他本事 而李浩 倒是没急着去吸收 而是看向大树顶端那些椰子 有些干扁 他有些好奇 这椰子 有什么作用吗 小树思考一番才道 这不是椰子 这位在妖族谱上 叫黄金驴 那不还是椰子 小树也不想辩驳 很快道 这椰子 有故本培元之效 具体效果如何 目前不清楚 因为可能没成熟 我看都有些青涩 大袋还是有些作用的 强化肉身是必然的 也许还能强化精神力 李浩看了一眼 数了一下 总共42颗椰子 他探手一抓 居然没能抓下来 星空剑浮现 切割一下 这才将这些椰子 切割了下来 他用星空剑 切开了一个椰子 一瞬间 一股生命之力 涌现出来 暴露出了 其中的奶白色液体 李浩用手指沾了一点 舔了一口 一股淡淡的生命能涌入 李浩健壮 举起来喝了一口 一股能量开始蠕动 之前 有些干涸的神意 居然开始复苏了 李浩扬眉 好东西 这东西 比生命之全要好 有壮大神意的效果 也能强化肉身 当然 没成熟 入嘴有些苦涩 这都不是事 成熟了 大概轮不到李浩了 搞不好椰子树 自己就吃了 自己吃自己的果子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他又看向大树 杀了椰子树 好处自然不止这么多 还有他的本体 本体强大 李浩看了一会 觉得 这玩意防御力极强 要不压缩一下 当成盾牌或者棍子使用 绝对是一柄强大的兵器 又或者 被小树吞噬 不过 转头想了想 小树极限就在这 吞噬了这么多东西了 应该强化许多了 他思考一番才开口道 树前辈 你现在实力 恢复到了巅峰吧 小树沉默一会 拨动精神 若是吞噬完本源 应该差不多了 真正的绝颠层次 嗯 李浩点头 那进入不朽 有希望吗 这个 很难 小树叹息 本源倒没了 除非提供大量本源才可以 这也是为何 天心镇这边的妖职 都想杀入营月 因为那边沉眠了 许多强大的妖职 那 若是将这棵椰子树的本体 给怀将军吞噬 它能复苏吗 小树有些无奈 其实他也想吞噬的 可李浩这么一问 他知道 自己大概没戏了 因为他吞噬了 也无法进入不朽 可给那位吞噬了 那位应该可以复苏 应该 差不多 李浩笑了 树前辈不用着急 这只是 第一次 接下来 也许还有第二次 第三次 树前辈先吞噬足够多的本源之力 等到有希望进击不朽的时候 自然不缺这些 小树想了想 也对 是这个道理 便没再说什么 而李浩 却是动了心思 这棵树 本体被吞噬 居然能复苏怀将军 这算是意外收获了 要知道 当初王书长说 起码需要一棵神能石的 李浩最近收获很大 但是消耗也大 留下来的神能石 真的不多了 也就三四千万 这是不够的 可是 大树本体 能当一亿神能石来用 这算是废物利用了 因为李浩他们 如今几乎没有手段 将这玩意打造成神兵 没有这么厉害的铸造师 也没有这么厉害的强者 不朽层次的躯体 不是谁都能使用的 李浩没再说什么 也不再观察 而是迅速盘坐下来 运转五禽土纳树 大量的特殊物质 涌入体内 滋补五脏六腑 滋补肉身 而李浩 很快又开始运转风雷秘术 到了此刻 他最迫切的 还是希望能感悟风雷之事 而雷霆之事 他有些小小的感悟 和黑豹有关 黑豹凝聚的镇腰室虚影 惊脚爆发雷霆 李浩那一刻 真的感受到了一股天罚之力 毁灭之力 好像要毁灭世界一般 只是很可惜 只是持续了一瞬间 下一秒就消失了 否则 这椰子树 也许直接被天罚劈死了 种种念头浮现 他又想到了之前看到的虚空 这一刻 李浩汲取大量的能量 不再是强化肉身 而是强化一处触空白虚无之地 渐渐地 一条条小锁链浮现了出来 李浩睁眼 眼中露出一抹一色 体内 光暗超能锁 也浮现了出来 比之前更强大了 李浩随手一剑 将星空剑丢入了生命之拳中 下一刻 星空剑疯狂击取 一股股特殊的剑能 涌入李浩体内 李浩按照记忆中的一些方位 四处开始用剑能流淌而过 大量的剑能直接溢散了出去 被四周强者吸收 而李浩没在意这些 继续这样操作 渐渐地 越来越多的超能锁 被他凝练了出来 很小 很微弱 消耗了许多能量 对李浩的实力提升 其实没有任何帮助 太弱小了 绷断都没啥用 可对李浩而言 这是一个奠基过程 李浩眼神发光 眼中带着一些喜色 果然 人体超能锁 绝对不止十四条 这些星浮现的 暂时看不出什么属性 不知道具体什么作用 可是 这些都是以后强大的基础 生命之拳 被他大量消耗 看得小数都心疼 其他人也纷纷看向李浩 有些疑惑 你能吸收这么多吗 有些浪费了吧 可大家都没说什么 今日能有如此大的收获 对大家而言 已经难得 何况 李浩 小树 黑豹几人才是主力 此时此刻 众人都在疯狂汲取能量 健能 生命之力 不灭物质 可以说 这里随意一股能量 一散出去 对许多人而言 都是一辈子 不曾吸收过的 至高能源了 就在李浩他们修炼的时候 这处一记镜头 好像隔着无尽的黑暗 并飞到了头 一路黑暗到镜头 一座城市浮现了出来 此刻 一座大殿之中 一株玫瑰花 一样夭直 微微摇曳身姿 很快 化为一位女性模样 朝远处看去 朝黑暗镜头看去 九四和皇室 关系很特殊 或者说 他们所拥有的遗迹 关系很特殊 就如怀将军和他的那些府将 一座城市 往往不止一尊守护夭直 占天城 其实还有三十六位守护夭直将军 只是怀将军是其中的核心 天心镇 也是如此 九四占据了天心镇的九处要地 而核心区域 却是被皇室占据了 玫瑰花的地位 和怀将军类似 这时候 大殿中一位老人睁开了眼睛 有些疑惑 他身上的锁链 忽然断裂了一条 也正因为如此 他刚刚挣脱了一些限制 看向玫瑰花 尊者 外面又发生动荡了吗 那老东西 被人杀了 陈中天好像死了 九四司长 当初给他设下了九道封印 如今 却是破碎了三道了 其他两位还好 陈中天的这一道封印破碎 给了他巨大无比的机会 他感觉 九四镇压不住他了 玫瑰花花城的女人 并未开口 而是一直盯着远处看 许久 有些胡一道 也许吧 陈中天 你说的那位巡检司司长吗 若是死了 思考一番 这才到 也许死在了警卫署那边 警卫署 老天星王好像想到了什么 胡家占据的那处地方 嗯 老天星王有些意外 他怎么会去那边 你问我 我问谁 玫瑰花没有接话 而是有些疑惑 虽然隔着一些屏障 隔着黑暗之地 可是 可是刚刚好像传来了一股大道崩断的波动 当然 如今本源大道消失 无法判断 若是当年 大道崩断 会引起天变的 不至于 玫瑰花想着 可能是误判了 也许是那家伙正在杀人 大道波动的厉害 看来 圣人之兵还是有用的 看老天星王的样子 也许是击碎了圣人之兵 而老天星王 也没再说 只是有些欢喜 陈中天死了 圣人之兵应该破碎了 他的封印彻底消失了 如今 最强的两道封印 我觉得那两个家伙 阻挡不了我太久了 玫瑰花没说什么 只是继续朝四处黑暗之地看去 城中 分九方位 都是要害之地 都是当年的一些重要地段 有守护妖职存在 复苏之后 那几个家伙 也判离了自己 自己一直想开启天心大矿 却是被阻拦了多次 当然 那九个家伙不是关键 关键在于 矿卖入口 还有家伙阻挡 可惜那九个混蛋 不愿意和自己联手 否则 何须如此 担心自己吞噬他们吗 玫瑰花心中想着 星武一去不复返 妖族内讧的本性 也凸显了出来 当然 人族也差不多 没有强力人物镇压天下 都这样 无法齐心 否则 他们占据先机 破碎矿卖 也许早就彻底恢复了 一群白痴 心中骂了一阵 又看向天心王 无奈叹息一声 可惜了 当初选择江家 是觉得他们很强 有魄力 有自己扶持 能迅速侵占击溃其他人 没了外界支持 自己能获得大量补给 也能第一时间恢复 解决掉那几个家伙 那一曾想 这废物 居然不敌那九人 早日破开封印 而今二次复苏将近 大况就算我们不攻破 也无法压制了 能量淤积太多 要炸开了 二次复苏之前 你还有作用 否则 你就失去作用了 玫瑰花不再客气 冷冷说了一句 老天心王脸色微变 很快道 放心 快了 李浩果然是脚屎棍 没有他 我大概难以解封 有了他 只要军法司和行政司 那俩老东西 再有一人出事 我可以直接破封 不出事也行 镇压的神兵取走了 他也可以强行冲破封印 当然 心中不敢多想什么 其实 他心底深处却是想着 还不是这位不愿意帮忙 忌旦九剑神兵爆发 镇压了他 或者伤到了他 否则 自己早就解封了 神兵在外 也难恢复强大的实力 可在遗迹中 一旦复苏 也很强悍 九剑一起 这玫瑰花也难以承受 玫瑰花也没去管他如何 让他为了一个废物 承受九剑神兵围攻 他可不乐意 那些神兵 都是人族的神兵 他作为妖族 如今反叛 激活了神兵的意志 哪怕杀不死他 也会将他重创 到时候 附近的九位混蛋 也许就会来联手吞噬自己了 不过 如今破碎了一柄 那么 黄金驴 会不会受伤了 考虑一二 又想到只是一柄神兵而已 黄金驴未必会受伤 自己一旦对那家伙动手 也很容易其他家伙联手对付自己 玫瑰花不再去想这些 瞬间消失 一株玫瑰花 再次摇曳在虚空之中 视线 却是投向了某个方向 二次复苏 势在必行 你阻挡我们 也不可能阻拦的 你早已死去 何必如此顾着呢 同一时间 外界 天亮了 第三日 风云阁当初宣布 要在今日公开神通榜 很多人都在期待着 等待着 而巡检司中 陈耀面色发白 他一直看向刑法司方向 却是始终没能等回那人 死了吗 真的死了 他说 天亮了 若是还没回来 就让自己逃走 其他人送去刑政司 寻求赵家庇护 可是 他那么强大 会死吗 这一刻 陈耀有些不安 有些恍惚 至于人人期待的风云榜 他压根不在意 来人 陈耀低陈喊了一声 很快有人进门 陈耀沉声道 让你们致电天兴都督府 协商对付风云阁 没有通知吗 手下人马上到 司长 通知了 只是那边说 昨晚李都督就带人离开了天兴城 现在都督府中 强者都离开了 据说是 发现了风云阁行踪 陈耀不语 风云阁 不会的 若是风云阁 自己那老父亲 临走之前 不会让自己逃跑的 一定是更可怕的存在 这一日 大家都知道了 都督府强者都走了 包括巡夜人这边的姚四 他们好像发现了风云阁行踪 而就在李浩他们还没出现的时候 一份风云榜 迅速从各地爆发出来 传遍了天下 风云榜 出炉了 所有看到的人 看到的瞬间 都愣了一下 有些不敢相信 这是一份李浩几次斟酌后 对比真实榜单 而更改出来的 第一 印红月 七系神通 第二 上一代天心王 江臣 七系神通 第三 行政司老司长 七系神通 第四 军法司老司长 六系巅峰 第五 李浩 六系巅峰 第六 当代天心王 六系巅峰 是的 李浩改了很多 但是也把自己放进去了 六系巅峰实力 这份榜单 很多拿到手的人 都有些正神 除了少数几人 实力有些变化 其他人 几乎都是准确的 而其中 三位七系 才是让人震撼的 二次复苏之前 不是不能出现七系吗 一瞬间 超能之城也好 飞天炎罗也好 都有些震撼 三位七系 红月总部 印红月也第一时间 拿到了榜单 微微皱眉 一直不语 风云阁 什么情况 大家都觉得 李浩会是第一 哪怕不准 也会是李浩 否则 对方没必要在天心 都督府开府的时候闹腾 可是现在呢 虽然的确有数位 银月武士上榜 甚至包括姚四这些人 也都上榜了 可是 为何他是第一 七系 印红月眼中闪过一些阴霾 隐藏的实力 居然暴露了 怎么可能 难道对方真的掌握了强大的风云宝剑 该死的 这一刻 一道红色披风浮现 悠悠道 恭喜印首领 七系神通 迎月第一人 说吧 轻笑道 看来 印首领还有一些特殊手段 是我不知道的 印红月皱眉 这榜单 完全就是胡乱排列 风云阁针对我罢了 他还是不减 为何针对我 想到这 眼神微动 难道 和你们有关 对方针对的不是我 而是知道你们的存在 针对你们 否则 对方为何无端端将我列在第一 此话一出 红色披风也陷入了沉思中 也是 之前双方 没有什么交集之处 红月对风云阁 也没太多的敌意 倒是李浩 下了狠心 要灭了对方 这时候 又把印红月列在第一 不是开玩笑吗 红色披风也是不减 许久才到 不清楚 风云阁 我们也没什么太多了解 倒是神秘 我原以为可能是那批人 现在看来 未必是了 难道真是风云道人传承 说吧 又道 我会让人详查的 你最近要小心一些了 话落 红色披风消失 印红月微微皱眉 拿起榜单上下看了一番 再次皱眉 这榜单 银乐人是多 有些针对银乐的意思 可是 他们的 到底什么鬼 前三都没有李浩 自己 黄氏 九四 这是公认的三方最强势力 又把自己三人列出来 这是完吗 谁不知道 大家心目中最强的三人 就是他们 当然 对其他人而言 只是确定了消息 更加验证了榜单的真实性 混蛋 一直处变不惊的 印红月 也是眉头紧锁 这榜单莫名其妙 风云阁不知道搞什么 是想连我们三方也得罪了 一起围剿你吗 同一时间 一触一记中 风云阁这边 也是一声巨响传来 一声冷力声传出 为何会如此 榜单传出的瞬间 他们就知道 情况不对 很多人没出现 顺序也变了 周书长没出现 赵书长排名下降了很多 姚四 红一堂 他们倒是都在 但是都在二十以后 李浩改的榜单 足足有五十人 这么一弄 倒是有些针对印红月一样 虽然印红月 在他们的真实榜单中 的确是第一 可这 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哥主 我们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将榜单交给了姓吴的 混蛋 一道黑影浮现 带着一些愤怒 去查 小心一些 该死 这么点小事 居然办砸了 此刻 难道说 这是假的 再出一份 那就真成笑话了 黑影有些恼火 真的愤怒无比 发行渠道 只是小事情罢了 从未出过差错 关键时候 居然给他来了这么一手 一下子打乱了他所有计划 是 外面迅速有人离去 风云阁主脸色不断变化 印红月也许觉得 自己是在针对他吧 他倒是不惧印红月 可印红月背后 还有其他存在 这才是他头疼的地方 这一刻 榜单四处流传 很快 引起了一阵热议 七系 还是三位七系 让各方又是紧张 又是震撼 他们怎么做到的 难道都藏在一技中突破 可是 一技中突破 除非一辈子不出来 或者二次复苏后出来 可那没有意义啊 反而会让自己一方 少了一位顶级强者作证 或者有其他手段 至于李浩的六系巅峰 大家也很震撼 但是和三位七系一比 倒是不值一提了 至于榜单真假 一些人认为是真的 因为他们的实力 都准确无误 风云阁 到底哪一方的 这一次 不是针对李浩 而是针对这三方吗 一大群人 都摸不着头脑 细胞 2 1 3 2